首先歡迎我們R.I.P.的男嘉賓 我們鄭忠貝先生 Wanno 家聰你好 你好 你好 都有點緊張 上次你做大師 上次都很緊張 但是呢 但什麼也是 這麼規矩 打齊你了 拿去吧 不過聽你說完錯 就整個人安靜一點 親切地出來 好啊 我們一會慢慢滲進去 可以可以 好 那我前陣子就在IG 收集了很多觀眾的問題 我今天就要代觀眾問你 好啊 好啊 第一位觀眾呢 他就說 我很喜歡你唱歌 現場都聽過你演唱會 由你長頭髮的時期 已經開始聽你唱歌 想問一下你本身 是喜歡唱歌還是拍戲多點 喜歡唱歌多點 就是喜歡做音樂多點 但是拍戲呢 它又有另一個好處 因為其實拍戲 很多時候 你會是同空氣做戲的 就是會幫到唱歌的 其實 幻想空間會大很多 就是每一份歌詞 你都未必可以 分分你都經歷過 那些故事 所以其實這兩樣東西 都挺match的 但是如果你說 只可以選一件 以後我會選擇做音樂 OK 非常之好 因為下一個觀眾的問題 就是問 什麼時候會有新歌呢 其實我現在正在錄的了 有個project在做的就是 錄完之前自己的舊歌 新歌呢 其實就已經選了 有四至五隻的了 懸無意外呢 就下個星期就會錄新歌的了 那新歌其實 可不可以透露關於什麼呢 愛情有 勵志歌也有 那這次的愛情歌呢 重點就是 開心一點的 因為之前 都有收過歌迷的信 K很喜歡唱你的歌的 但是我每次都是 失戀時才去點你的歌 你可不可以唱一些 我熱戀時 可以點你的歌 不要每次失戀才看到你 嘩 你都挺好 就是你聽完他們這樣說 特地會弄一些 自己都聽回 咦 是的 作演唱的Rundown 就是自己又不會說好覺 就是會想 你拍這幾隻歌的 Melody 配合 其實他都幫了我 想到一個生機問題 嘩 每個粉絲都是 他們都是讚你一輪 然後再問問題 這個朋友就說 超喜歡你的唱歌 還有拍戲 還有覺得你做什麼都很棒 很厲害 還有他很喜歡你的攝影作品 他就問你會不會開一個作品展 攝影作品展 其實有在談的 但是 一直都覺得自己的作品 不是很齊 如果要用一個主題來做 就不夠相片 所以 現在慢慢 自己拍的時候 就會想一個主題 就比較草 之前有跟一個視頻機品牌 就談過 就會跟他們搞一個影展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現在這件事就 Postpone了 到疫情好一點 就會繼續回 明白 沒有截又不太熟 我想問 有沒有要大約有多少的作品 才可以做一個作品展 我想15至20張左右 但是 我又沒有辦法 真的就這樣拍15至20張 就全部拿出來 因為都可以選擇空間 就是自己覺得好 可能別人未必覺得好 自己覺得 這個我又覺得 可能別人也覺得 不是 都適合我 所以都 希望可以拍到多一點 大家可以一起選擇 明白 所以其實我們 如果不認識 聽到15至20張 又好像很簡單 因為一個女生去廁所 都拍幾百張照片 沒錯 所以我覺得那些女生很聰明 她們每天都開作品展 她們的故事就是她們的作品展 那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 這個觀眾就問你 怎樣可以唱好些歌 Wono 之前也在你的YouTube Channel 開Live 教人唱歌 我這個說法真的很老套 但是真的用15場 起碼你要自己覺得好聽 但不可以騙 自己有時都會騙 自己都OK 過得去 但不行 你自己起碼會覺得好聽 有很多時候 唱歌 你會說 那我從頭到尾唱 其實你可以分開 一段一段 或者兩句兩句 把那幾句唱好聽 然後才繼續下 有時譬如你唱歌 你不是 哎呀我這句唱得不好 我從頭到尾唱 那你其實就是在練習你的失敗 你說完我才知道 我可以這樣 因為其實 我有一陣子都真的無聊 有去學唱歌 所以我都想請教一下你 因為你剛剛有說到 第一步是要自己覺得好聽 以我自己為例 甚至我身邊的朋友為例 其實他們很多都覺得自己好聽 但是身邊的人不太覺得 哈哈哈哈 怎樣解決這一部分 這個又去到另外一個方法 你自己唱是從裡面唱出來的 自己聽的時候是從裡面聽出來的 但是別人聽就在外面的 即是等於 我現在不得人聽你的電話 請你留言 那你自己錄完這句話 你自己聽回 你會覺得 咦? 為什麼不像我自己的聲音一樣呢 如果你想練 別人跟你聽的東西 是同步的 你可以試一下 現在有很多那些 像K神器的 你練過的時候 你都自己用耳機聽 用耳機聽就等於別人 在聽你唱的聲音一樣 我就奇怪 即我一直都覺得 可能他們不懂貨 但現在終於明白 可能我都買一支 如果不買咪的都行 你試一下拿一張A4紙 就凍在自己面前的一個位置 你出來就從這裡彈回你的聲音 那你又不同了 又再接近了別人聽你的 明白 這是你自創還是本身有這件事 之前學唱歌的時候 他都說你對著牆上唱 聽回音 彈回來的回音 但經常站在牆上 很不方便 很不穩 都想走走走 所以你用紙就比較操心 這樣要 對不對 OK 不過你用的時候 可能在紙上 弄多兩個洞 可以看到路安全一點 對 即是不鼓勵開車 沒錯 好 下一個問題 最喜歡拍哪一類型的電影 我最喜歡拍喜劇 即是在現場會輕鬆一點 即是你如果拍一些很實正的 很認真的 即是很慘 或者很抑壓 全場又很靜 個個都很抑壓 個個都不敢出聲 那個環境的氣氛 我都會拍喜劇 而且拍喜劇的現場反應 我覺得是最好的 很多工作人員 如果他沒看過或者不知道你的劇本 不知道你的氣氛 你第一個拍拍的時候 你講這些 他們笑的話 即是你這個劇 那我想問一下 平時拍喜劇那些 一般都有劇本 但我想問 會不會是 反而最後出到來 可能不關劇本事 可能反而你臨時 踩出來 這些會反而多一些 會的 而且這個好看對手 說就說 一人一句對白 你說完 到我說 但也好看他怎樣去表達 我看劇本 我會想起對手的反應 大概猜他的反應 但你一到現場拍的時候 你的對手做的反應 完全跟你想的是相反 反而又好笑很多 又會想多一些新的東西去回答 大家猜拳 最重要是你改劇本也好 你給一些特別的反應也好 但就不能改劇本原本他想表達的東西 儘量不要令對手很難接 你拍了那麼多一部喜劇電影 你自己有沒有說 最喜歡哪一部 瘋狂一點的來說 我最喜歡龍禁威 龍禁威 因為那個 我們都沒有管任何 真的做警察 只要遵守的東西 又拿火箭炮出來 你眼又吃那些 我們覺得OK 那我就去了 如果你說對白 來表達好笑 我覺得低俗喜劇 大家可能會覺得 說粗口而已 喜歡什麼時候加粗口 其實不是的 我在說給大家聽 低俗喜劇裡面 每一粒粗口 都是寫在劇本上 我是跟著劇本說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廣西人 或者廣州人說的粗口 跟香港人是不一樣的 他們用那個字是不一樣的 他們用那個部位不同 他們用那個部位不同的 所以他們是經常 都是用那個部位來講的 OK 所以我們要跟著那個 我還以為都是 臨場 jam出來的 有些是 但不是粗口 譬如 一隻牛就只有一隻 一煮完就縮了 這個就是我加出來的 其實我自己一個位置 我很喜歡的 就是你在那個長銀包 就是拿一支槍出來 本身都是 說是 是在褲頭上 或者是在後面 就是這樣拔的 後來我們試戲的時候 林雪已經在褲頭上 到真拍的時候 他還掉了出來 所以到我拿的時候 我就說不如麻煩一點點 很矜貴 我們下一個問題 有沒有吃過牛歡喜 有 拍的時候那些是否真的牛歡喜 拍的時候吃的就不是 那些是豆乾 但是我們拍之前 是有吃那一碟真的 即是讓你知道那一刻的感覺 對 拍的時候 真的因為 你不知道拍多少個 就怕吃太多 對 怕吃太多 就吃一些穩陣的東西 OK 拍完之後 有沒有愛上了這件事 其實吃完之後 我覺得其實挺好味 後來在香港 我也找回一個來吃 有一間吃牛四寶還是牛五寶 它裏面全部都是部位 它感覺好像牛筋腩 爽腩 少少韌韌的 少少滑滑的 又不散 又不散 是的 我們那次吃的牛四寶還是牛五寶 就不是鹹酸菜 是滷水的 鹹酸菜是真的用來配那個 是用來配那個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配法 我們在電影中 當然是硬硬說 一定要是鹹酸菜 荷蘭豆要配那個 是不是 若堅還是牛 那個牛 我想沒有什麼人 不會吃豬 那個 沒看你的電影 也沒有人想過 會吃那個 第一次看牛歡喜 就是在第四寶劇 是嗎 有 這個不是我們自己創作出來的 牛哥 牛B 我們聽過是有牛歡喜 只是知道是有的 但是不是很普及 那觀眾 荷蘭豆就不是用來炒一件事 大家不要誤會 先澄清 下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試過一天不說粗口 有啊 有試過 什麼原因呢 那天很遠地方 搭長毛機 又睡了 沒理由經常跟空姐說粗口 拿杯水都說了 都說了 都有的 經常不說粗口 但是心裡面有想 始終都沒有放下 都沒有放下 例如你一整個飛機餐 這麼難吃 你的心裡面都會 喂 不是啊 講起你的YouTube Channel 也有觀眾問 為什麼會 突然開一個YouTube Channel 我都是因為疫情開始的 我自己在家裡都覺得悶 我都去看別人的YouTube Channel 對呀 都做多些 大家都可以在網上 繼續日夜去看 有時不開心 看一些東西都開心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最近在做什麼 好像你說的 朋友都很想知道 其實唱歌 這樣是怎樣唱 怎樣是解音 或者怎樣是單田 可以在我頻道上 我能夠解答到大家 我盡量去解答大家 我想問 當我看完那些片 我學完唱歌 如果我出去 我有沒有跟別人說 陳忠敬是我師傅呢 你覺得OK就OK 我怕失禮你 我出去唱歌的時候 不會的 這樣就不會 OK 也有觀眾問 平常看你的YouTube Channel 看見你的公司好像很好玩 我問一下你一個 怎樣的老闆 我是 怕問我的員工 你在這裡都不准 我是很有他們 亂搞的 任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 一個老闆 不是很喜歡限制 你做這件事 你的方法一定要是ABC 不是ABC就不行 我就不是這些 反而分分鐘 我覺得你那個方法好一點 按照你的方法去做 做一件事 拿出大家的意見出來 選擇最好的來做 或者集合最好的來做 我通常都會很放鬆 都要弄 YouTube Channel裡面 譬如丟垃圾 玩遊戲 心理測驗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的想法 聽起來都不錯 譬如他今天安排你做什麼 其實你都OK 是啊 我都OK 對他們好一點 要不然他們安排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給你拍 都很糟糕 你就說了一個重點 當然要對他們好一點 起碼玩遊戲的時候 他們都會對他們好一點 工作的氣氛也好一點 大家都開心 都好 都對 做創作 你的氛圍一定要輕鬆 很多規矩的時候 都想不到一些新的東西 是的 我見過一個導演 拍喜劇 但現場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黑了黑面 都很認真地做 那個導演就訓話 在拍喜劇 尿你老尾 笑一下吧 死老爸 然後真的有一個公集員 他說完這句話 就在笑 加加加加加加 然後他就說 你笑的 在這裡 請不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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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常都想請人 我稍後來認證一下 認真一點 沒有人生令你覺得 最深刻的經歷可以分量嗎 最深刻的經歷 一定是 飛機喝醉的一次 你突然間失去了很多東西 以前不會說 很深入去想的問題 不要管了 今天先開心 在那個年紀 想不到下一步 想不到那麼遠的東西 就糟了 那次的教訓很難 當然 不希望大家 有一個這樣的經歷 去逼自己成長 最好就慢慢慢慢成長 最好 到今時今日 想回頭 那時候 天對你不薄 沒有要你死 只不過是 很大力地 幫你一下 喂 你好醒了 你再不醒 就不行了 這樣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都很期待 放到最後 會不會有新的美女廚房 新的美女廚房 新的美女廚房 是 我們有想過 但是我們 又不可以用美女廚房 這個名字 可能那個形式 我們又要改一改 因為大家都 都看過了 美女廚房裡面的環節 我希望如果做新的美女廚房 就不要經常都在那裡 挖苦那些 煮食那些參賽者 那時候我們收到的指令 每一個都要 都要說不清楚 但有些人 其實真的不差 做效果 現在這個計劃 是處於一個什麼階段 我們之前說想做 已經有電視台 都會來跟我們說 我們準備好了 你們三個可以 我們就可以走 這件事 很多人都在等 但是我覺得 你們有什麼想法 我又不是很想 全部由我們自己去想 然後就在這裏做 我希望大家都有進入 之後我們現在就放下了這件事 我們在想 我們會不會是自己拍 例如我們自己先拍 然後再賣出去 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們那個內容 都會先不受到這麼多限制 我反而會比較期待 是自己拍 尺度會大很多 尺度是沒有尺度 好 我們今天再一次 多謝Vano 接受我們今天R.I.P. 多謝你 家聰 好 多謝 好 還有之前和Vano 也有夾過 希望接下來我們兩個頻道 可以有些call so far 是的 由於現在的疫情 暫時過不了關 希望觀眾可以給我們一些idea 例如你說 覺得家聰和我 有什麼可以夾到 來拍給大家看 或者做給大家看 大家想看 都可以留言 或者叫Vano 可能拍照就拍我 拍十張 開個影展 我的影展只拍家 都拍手 對 兩張大頭照 各位觀眾再見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訂閱Vano的YouTube Channel 和機動電視台 和我的YouTube Channel 好 謝謝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